大家好,我是阿斯卡 今天继续来攻略诸葛孔明传第四章 平定金香刺菌 每过一个章节 人物的装备有可能会重新洗牌 所以都要先检查一下 这剧情的时间点是发生在赤壁之战后 周瑜虽然在赤壁大获曹军 却把点好处都没捞到 荆州大半都落入刘备手中 周瑜本想趁机从曹军手上 捞几座城池回来 却在攻打南郡时 中了陈角陷阱被剑射伤 不过在游戏里 陈角镇守的变成荆州城 我们先绕过荆州城 往北去新野城一趟 这里可以收到当时告知我们 蔡茂要暗杀刘备的一级 因为陈角智力有点高 不练等要打下荆州 最好将诸葛亮排进队伍 让一级来当军师 其实也没有吊血啦 但很习惯进一座城 就要来睡个觉 这是城灯啊 他还要负责新野城的监造工作 等城镇都建好才会再加入 一切都准备就绪 就能去打荆州城啦 城角其实不难打 只是因为二代敌人若是守城的一方 还多了地形加成防御力会变强 一般守城敌人 可用潮骂剂让对手出城降防御力 但城角的智力也不低 赵云的潮骂都激怒不了对方 只能用孔明的疑心剂先封住他的攻击 中了啊 可是孔明会骂人 连王朗都被他骂死了 降防之后一次都能打200多 这一战可说几乎都要靠孔明啦 因为就算关羽或赵云放火也不定烧得重 还浪费本就不多的策略值 最好就是用疑心剂封住对方行动慢慢好 在内容戏上 还准备在这里 看硬了 我听到很像 下半个人 我看了 冷藏 这一战可 就算是 在这里 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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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詞・作曲 李飄雍 看这也很好笑 守城的就你一个武将 到底在疑心什么小朋友 我给你链的 嗯 幹掉敵將後再來就是用總攻擊收尾啦 小兵的防禦力也是挺強的 一次都只能打100多 重點擊倒100多 強烈的防禦力是弱的 強烈的防禦力也很強 強烈的防禦力就骨敵了 这回事是几乎的 那可能会有于是 像用符箱子 一样的 完全流氓 这是我轻便的 就是我轻转了 就不定 还有我 不能 开 进城的第一件事还是补血 再来就直奔宫殿了 在王座前调查可得到兵符这东西 有了兵符就可以诱骗后面几座城的首将开城作战 免受对方地形加成的优势 这段内容是《三国演义》里恐民一气周瑜的剧情 又是只从游戏或动漫看三国的可能都不知道 因为这段剧情通常都会被省略掉 赤壁之战后周瑜和诸葛亮互相约定 如果东吴夺取南郡失败刘备再去取 结果周瑜第一次攻打南郡失利还受了剑伤 于是他干脆将计就计的装死了 此举不但骗过曹人还大败曹军了 正当周瑜满心欢喜要去取南郡时 没想到诸葛亮早已用兵符赚了南郡 还在周瑜面前争笑脸 说他是听说大嘟嘟战死才来取南郡的 并没有违约 害周瑜气急攻心 当场吐了口鲜血云厥过去 我们接着来到襄阳城 因为有兵符的关系 聘过守折士兵进入城内 如此敌人就不会得到防御的加成效果 襄阳守将下后蹲智力比较低 比城脚还好对付 孔明放疑心记停止他行动 关羽赵云放刘木记拼命往他身上砸 策略几乎是百发百中 感谢您处理性才出现 感谢您的编码 非常感谢您的编码 听说一下 作为飞链 让你 прест看 德热 早安 就像小卷企業說明是嘴巴 讓我去掉 我會看到一邊的了 就是這樣 其實我會想說 看看這位置 我會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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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關卡沒啥難度輕鬆過關 接著我們往南走到渡口搭船 來到新的地圖 荊州南部 一直往南走看見第一座城 宜霖城 這座城也是超好打的 可以用疑心技先封住牛津的行動 在泉里圍攻會放技策的曹昂 曹昂大家比較熟悉 他是曹昂的長子 因為曹昂在晚城搞人妻引發張秀不爽反水 曹昂會救老爸將自己的馬給曹昂騎 結果和點尾在那場戰役中犧牲啊 而牛津是曹仁的部將 與他一起駐守江夏 曹仁很是欣賞這名部下 當牛津率領三百壯士與周瑜交戰 因兵少被圍 曹仁還不顧城角勸阻 親自披掛上身 將他救命 牛津的命也很硬 一直到諸葛亮北伐他都還活躍在戰場上 最後順次關敗魏國的後獎軍 關於牛津的詞 據說也是非常具有戲劇性的 司馬懿掌權後 從一本玄石圖上看到一則預言 上面寫著牛技法後 因此司馬懿掌權後 心裡十分忌憚 怕牛津將來會對司馬家的子孫不利 就在九里下毒將牛津給毒死 結果後代的王妃果然勾搭上一個也叫牛津的小力 還生下了司馬瑞 排泡劍伸在氣場上 排泡劍陰 Technique 排泡劍正永短小力 排泡劍 出石 排泡劍100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可以调查到一个铁盾 所以我刚才才先将官屏道具栏清出一个栏位 这样就能直接装备不用换来换去 曹人镇守的这座城就是南俊城 因为他自己就是总大将 当然无法用兵符骗书 打法还是一样 先用移星剂让曹虹在一盘 这么多的关系 Obviously如果是更换,可以或是没有了 最后的关系 就是这么多的关系 可能 foul的关系 还要是因为垃圾 过去遮断的关系 一味道都是很不齐 逢多了 白身师等等 前面是 melted 曹仁智力比关羽赵云还低 刘木济一直联放很快就能把他干掉 带路面快 倒点 在路面的角度上 带路面的角度上 吧 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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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的曹虹就更好對付啦 虹明給他上一個潮馬後就能開總攻擊啦 其實潮馬降防禦感覺好像有點牽強 通常被罵的人應該會失去理智 像FF裡的巴薩卡這樣 只會做普通攻擊不能做任何反應 就像你開車在路上亂發前面的車 對方也只會拿球棒線來增加攻擊力不會降反 打贏後會發射擊 發生一段小插曲 曹仁氣南郡城而走 想要逃回凡城 結果凡城早已被呂布攻佔 曹仁跟曹鴻被當成肉靶瞬間消滅 從南郡城之後就能開始使用編城鎖啦 來看看上一張赤壁之戰前 用介紹信收到的三人能力 周瑜武力185智力240 張招頭像怎麼變成周昌了 智力有235 魯術智力跟張招一樣 但武力比他高 最後這鋁甘 日文其實是鋁蒙啦 能力有點普普啦 直接把關屏丟進去換周大嘟嘟啦 在滿援7人的情況下替換同伴 身上道具可以直接繼承 不用再移來移去 只要將武器改掉就行了 周瑜使用的是劍 這遊戲裡劍通常都會優先拿到更高一階的 所以用劍角色是多多益善 再來把周昌也換掉吧 奔魯術出場 再讓魯術來當軍師啊 他智力比1級高 SP的最大值會多一點 先別急著把1級丟進變成鎖 他後面還有用處啊 排一下順序啊 讓兵力最多的周瑜帶頭當大將 接下來就要去凡城找底部送頭啦 你靠腰啊你一刀就把我孔明給命了 這裡只要打一回合 我方就會意識到兵力相差選輸選擇撤退啊 接下來趕緊落袍回到南軍 幸好我有無限的招魂單 終於派上用場啦 趕快來睡個覺鴨鴨精啊 接著來到南軍城右上方一間大宅院 關於接下來有很重要的任務 武器要檢查一下是否已換上最強的 進入大宅院後 很尼瑪的這裡原來是龐統家啊 江夏城南邊的小屋只是他的度假別墅而已 原來三國最有錢的土豪是龐統啊 跟龐統對話後他會交給我們一個警囊 吩咐我們在打呂布的時候才可以拆開來看 江姓江儀再度來到凡城壽司 在戰鬥中使用警囊 裡面寫著讓關於獨自一人前去誘敵 將對方全頂出城後再發動攻擊 畫面就會看到關於自己一人往下走 呂布也隨後跟著上 嘿嘿 旁邊咧 看你往哪逃 重計啊 環城已被我攻響 看啊 作然怎麼可以這麼不講武德啊 呂布發現重計急忙跑回環城 此時的環城已被我方佔領 這下變成我們得到地形加成效果防禦大增 記得要先集中火力幹掉呂布啊 兩人們的日子 就是陰氣 雖然關羽在第二回合才會加入戰鬥 但他發出的每一集都是獸王彗星級 欸靠腰打呂布放棄還失敗 周瑜大嘟嘟你再給我打假球啊 周瑜大嘟嘟有關 周瑜大嘟嘟人 其他降臨兵力也是挺多的 被打还是会痛的 打吕布的同时 也可以让阿亮用移心剂封印几支起来 被打掌描写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长期战这样打下来 SP还是不太够 还要省着点 赵云直接攻击不太给力 因为别人都拿铁制装备 赵云还停留在统气时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普通输出还是只能仰赖关羽 才刚讲你 就立刻给我摆烂 好啦 剩下就总攻击拼个鱼石玩破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终于赢了 赶快进城睡个觉吧 这边可以调查到一把闪电剑攻击力加80 这下周大都都直接封神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收复翻车后 继续往东方的洞穴前进 洞里的宝箱可以不用管啊 直接出去就好 这里是不小心走错 误打误撞拿了一个铁盔啊 就顺便装上吧 出了洞穴可看到一户人家 两个童子挡在门前 这里队伍中要有一级才能够进入 原来这里是马氏兄弟的家 不是港片四大家族郑泽氏跟吕良伟那个马氏兄弟啊 是三国时代荆州最有名的马家 尤其老大是白眉英王的祖先 人称马氏五常 白眉最良的白眉马良 旁边那个就是差点成为阿亮接班人 却一步错误中生 被刘备说是名过其始的马术 跟演艺里不一样的是 马氏兄弟没有加入 而是要我们先平定荆州的南部四郡 这四个郡相信大家也都很清楚啦 除了长沙有黄中跟卫妍外 其余都是罢咖啊 这里很自由 要先攻打哪一座城都没关系 不过我们优先去打最右下角的贵阳城 打下来后包准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贵阳城门前 可看到一个驾系的在那边等候 走近一看 原来是暴龙 陈印这两个肉咖 他们的能力值连看都不用看 基本上总攻击都能赢 不过我为了想打快一点 还是先处理掉一只 剩下的就用总攻击啦 在几天的连接时间内 尽量的接壮 好 十字幕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分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YK 打完后进程会看见太守赵范来迎接我们 这里就跟演艺一样 赵范投降了赵云 还想将手果的凶嫂嫁给赵云 没想到子龙是个直男 不想吃就算了还暴打人家 赵范才会要杀了个赵云回马枪 游戏里赵范也是想刺杀孔明 幸好被赶来的吕布所救 这里吕布一刀就能干掉一只 打完后吕布厚着脸 要我们让他打贵娘太守 孔明欠人家人情 至少答应他了 这时候我们只要在王座前使用刘备的介绍信 就能将吕布收归挡下了 赶快来编程所看一下啊 果然三国武力天花版的吕布 已经在里面等我们 一级只是用来驱散马良家的童子 现在他已经没用 可以丢进编程所养老了 请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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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說明 但是让你还没用 像出来的为一格 因为一个桃子 按左手 他们还没有长毛 离缩和 几点 从此 还没有 在咱 在腰 就是 要注意的是 吕布在游戏里的专武是剑不是枪 刚好用剑的又是最强势者 赶快把宫颈刚拿的闪电剑交给吕布 这下真正的战神终于诞生了 装备该移交的也记得换一换 重新排一下队伍 这里我是先让官二哥做板凳休息一下 因为待会3D会拿到一把更强的枪 用刀的目前没有上场的空间 接着一路向西先越过武林城 到最西边的这个海甲旗号 里面住着一个高人在面海思过 不过我们先在他下方调查 可得到一个钢盾 接着与高人说话 高人名叫狗志 因为觉得老板武林太守 竞选是个废物 你只想要另投民主 与他交谈后 就会答应帮我们攻打武林城 出发的说话 就会发出了 这次参考了 出发的 你不应该 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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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接着进入武林城 可看到太守傻傻的被孔志骗出来要跟我们单挑 不过先别急着杀他 左方的树丛中央可调查到一把3D专用的钢枪 我们的武器也正是进入钢的时代 再来就能去找精选PK了 看到他带的兵力我还有点替他感到可怜 可能路上的山贼都比他要强 精选打树后会落跑到护城河边 要孔志放下吊桥 结果孔志听错听成是要他放箭 毫不犹豫就一箭送前老板去地府报到 之后也会放下吊桥迎接我们入城 再来我选择攻打他隔壁的长沙城 一过去就会看到老将黄中站在城门口 要找官女单挑啊 黄中的专武是弓箭 一回合能攻击两次 幸好这一战只打两回合就喊银 不然官二哥随后也要去地府报到啊 再来就要进行攻城战啦 我还是先换上个白马阵提升速度 不然要是先被魏眼砍一刀就GG啦 长沙之战可能是这张杰最硬的一战 一定要先封住魏眼的行动 然后集中火力干掉黄中 幸好我们先收了旅客 一刀就能干一千两百多 不然真的要打到天荒地牢 你靠腰还是被魏眼抢先攻击啊 你赵云快挂了 还是先帮自己补血一下吧 防中智力也不弱啊 周瑜放弃竟然烧不到啊 看我忘记把三立换下来的铁枪给子龙啦 害他还停留在铜器时代 终于干掉黄中 压力也减一半啊 因为杨岭会放弃 我也优先处理掉他 下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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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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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